各位朋友,欢迎大家来Hong Kong Youth Space这个公开的讲座 开始之前我们先请我们的院长李经文教授 颁了一个纪念品给两位讲者 我们请院长Professor William Lee 请他颁给岑日飞,Mr.岑日飞 李伟才博士 多谢院长 好,我开始,我是陈永华 Hong Kong Youth Space的常务副院长,括弧文学及科学 我们很欢迎大家出席 除了这间房之外,我们另外有一间房 因为今天三四百人注册了 会同时电视员场转播 今天这两位讲者,其实我不需要详细介绍 大家一定认识 岑日飞老师 但两位有共同点 岑日飞老师是读生物的 最早的时候,在中文大学年代 生物读到下一转去读社会系 然后接着就去了哲学系 他毕业的时候是哲学系的同学 也完成了他的碩士学位 但是他专研这个玄学 非常之深厚,尤其是易经 他也写很多的书 有生活智慧的系列 近年大家说一带一路 其实他很早已经写了 《思囚之路》系列的书 相信大家都会看过 我最近在网上发现有则消息 原来1992年 岑日飞老师 是替香港做了一个20年的预测 1992到2012 根据专栏作家佐丁山所说 他后来看回 他是全部应验了 或者大部分应验了 1992到2012 所以一会儿如果大家想问 他未来20年如何 你看看他答不答 又或者你想不想知道 有时知道太多也无谓 这个是岑日飞老师 他出书的字号就是 《山金老人》 其实《山》就是金后的金 《山金》 其实据我所知道 就是他岑字的分开写 所以你看到《山金老人》的书也是他 《日飞》也是他的 所谓文学的名字 他真名另外有 但是因为古人 如果对一些尊敬的长者 或者皇帝 我们不能够直呼他的名字 所以他的名字我都不敢说了 总之大家 《日飞》当然是李伯的区华日庆 这个想施非 这个李伯的诗 另外一位很厉害 李伟才博士 他们其实每人 其实不用两个 一个都可以练广六个小时不停 所以我一会所谓主持 我看看怎么可以集一集他们 就不需要 李伟才博士 也是理科出身的 他是读物理 所以物理 这位是生物 但是他是精通很多东西 天文地理 其实今天讲博雅教育 这个是博雅教育的典范 其实两位都是 李伟才博士和我们HKUSpace 是很密切的关系 他曾经是我们的副数学院 就是Community College的协理副校长 他也是我们当年 我们今天叫International College的国际学院 他就是当年的国际学院前身的总监 他们两位都是 香港各大专院校和政府部门 都请他们作讲座 李伟才博士 他写了数十本 科幻和科普的小说 亦都是香港科幻学会的会长 所以他就是非常之科学家的精神 这位是非常之原学家 今天我们讨论的是 现在在当代社会的深层矛盾 其实这个矛盾就发生在很多地方 香港尤其是我们近年 零射见到多 所以特别请他们两位分析 我不说太多了 我请他们两位 当然我们请沈老师首先发言 沈老师请 我跑转引玉 我说两句 要交个球给李伟才 我知道这个题目是 陈永华教授定的 叫做当代社会的深层次矛盾 那这个term呢 其实在香港呢 我发觉呢 已经 以前也有人说 但是香港已经流行了十一年 从2005年到2016年 刚刚是十一年的时间 那么 矛盾呢 大家都知道 在中文来说 英文是contradiction 中文来说很清楚 有一个 例子 康菲子的 碎南篇 碎南篇 在那里说 有个人呢 又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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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盾呢 他说这个盾呢 就说 无坚可陷 又 没有任何东西都捕不捕 然后又卖 这个盾 说这个盾 利到任何东西都可以捕入 那别人说 那现在我又卖 又卖 又卖 自己自相卖 那可不可以 究竟哪样东西行 究竟是卖 还是卖 这个康菲子 如果两样东西 同事并存 就不行了 一定有一个对立 这个就是来自康菲子 那就是 因为 我们说矛盾 这个社会很多地方都出现矛盾 但是有趣的地方 就是说 今次的题目 叫深层次的矛盾 我们就要说 何谓深层次的矛盾 那为什么我说 由2005年开始 到2016年 有11年的时间 因为开始提出 这个深层次矛盾 这个说法 是来自 我们的前中理 温家宝 2005年 我们的前特首 曾荫权 就上北京述职 那当时 就去见 胡锦涛 和温家宝 胡锦涛 就说 你搞香港搞得很好 然后 温家宝就 跟曾荫权 特首 说了一句话 你都要好好地处理香港的深层次矛盾 的问题 这个就是温家宝 那这个深层次矛盾 一出呢 那就真是 很圆了 何为深层次矛盾 因为我们以前 在我们的年代 成长的时候 因为一个最出名的 论文 可以说的论文 或者一篇最重要的文章 来自我们的毛泽东主席 有一篇叫做矛盾 从玛利主义出发 就是解释矛盾 那奴主席呢 最出名的 其中的 近文革时期 提出了一件很重要的 就是说 主要矛盾 和次要矛盾 矛盾有两种 一些什么叫主要 主要 什么叫次要 主要矛盾呢 比如说 用共产党的理解来说 主要矛盾就是 主要矛盾就是 敌我矛盾 对立的 次要矛盾就变成了 人民内部的矛盾 人民内部矛盾 之后 不是那么重要的 要次要的 所以你要最重要呢 处理到 什么叫做 主要矛盾 什么叫做 主要矛盾 主要矛盾 而不搞主要矛盾呢 那你就变成了 管活倒置 主要矛盾是重要的 所以问题就是 我们可以在 共产党里面说 很多问题 比如说 我们现在有个叫做 政协的组织 政协组织是 笼络很多不同的人士 都不是属于共产党那类的 但是都合在一起 但是那些人呢 都是属于 叫做 人民内部的矛盾 不是敌我矛盾 敌我矛盾是对立的 我们以前说主要矛盾 现在是一个 叫做深层次的矛盾 所以 那时候 你说很多人都拗了头 究竟什么叫做 香港社会 现在我们 当代社会 可以这样说 因为我们由香港社会 都可以 刚才 李贵财博社会 由香港社会 连续到 其实香港社会 都是当代社会的问题 都是有关的 全部都有关 我们可以一直这样扩 但是 这个是 说这个 所谓 深层次矛盾 是何谓呢 当时 曾蔭权特首 就解释 哦 他所说的 深层次矛盾 是叫我们 搞好香港的 地价太贵 地租太贵 人工太贵 所以搞到 我们现在香港 有些问题 未解决到 即是曾特首 是集中了 这件事 但是 温忠理没有说过 他只是说深层次矛盾 所以我们有很多 不同的解读 即是说 何谓香港 深层次矛盾 你怎样 解决不到 也有 有种不同的解法 因为你除了 从经济方面 去看深层次矛盾 可以从哲学上 看深层次矛盾 也可以从政治上 看深层次矛盾 如果你从政治上去看 很多人的解读 就很简单 你看到 很多文章透露 所谓政治上的深层次矛盾 所谓政治上的深层次矛盾 今天我们的 中国里面 心目中可能认为 为什么 香港 从1997年 回归到现在 到2016年 为什么香港人 这么久都还未归心 越来越 好像还反对他们 应该很快取归顺 应该很快取归顺 应该本来说 为什么搞到现在这么撕裂 那这个是不是深层次矛盾 政治上 为什么我们搞来搞去 你们这些人都不肯 听话 还越来越不听话 这个就是深层次矛盾 就是这件事情 这个是我们说深层次矛盾 另外一个 我们可以说 其实是深层次矛盾 也很有意思 就是说 怎么说呢 就是说 其实我们可以看 有好些东西 就是看 表证 那个是矛盾 两样东西不同 一正一反 一正一反 共产党的唯物辨证法 一正一反 这个就是矛盾 但是这两样东西 为什么不同呢 它背后有什么原因在 那就是深层次矛盾 我只举个例 比如说 我讲个故事 比如说 看病 如果你看病 解决一些所谓表证 这些叫做 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 但是你找深层次矛盾 就是找到 根本的原因在哪里 那个就是深层次矛盾 我举个例 以前有个中医 讲过故事 他就说 他一个病人 就是 头痛 偏头痛 如果在西医来说 头痛 会被头痛弱食 或者什么猪尺 这个就是 我们讲表证上 他把个蜜 把完一量 都奇怪 不明白 你的病是原因 在哪里 要找个真正 他头痛的原因 那后来 医生就说 不行 这是终于才做的 西医院会做的 我去看看 你那里住的地方 是怎样 要看风水 哈哈 一去他家里住 真相大白 原来他住的地方 他睡的地方 床头 旁边很长 有个洞 他说 晚晚又疯出 那洞出了头 当然是头痛 填了一个洞 就搞定了 这是深层次矛盾 西医院会做这件事 有时 真正的原因在哪里 就是在这里 现在都是 看医生的病 现在我们西医 都在讲新式的疗法 都是讲深层次的矛盾 我们就叫做自然疗法 治疗法的做法就不同了 因为现在西医 看病有什么药 最多就是用超声菌 但是西医治疗法 的做法 一定要知道 你为什么 在这个病 背后的深层次矛盾 就要找到你的生活的习惯 你几点钟睡觉 你平时做什么 你平时做什么 你平时的饮食 这些全部都要记录在岸 然后可以看 哦 原来是什么 我以前有个朋友 一个名人 我不说他的名字 他就说 他觉得 整身的血管都出了问题 是什么之处 他说这些业务 其实很简单 如果你问一下他的生活习惯 你会知道他的病院在哪里 因为他一天喝三十杯咖啡 是啊 当咖啡当水喝 那这个就是深层次矛盾 你不冲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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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知道自己的原因 很简单 其实不用吃药的 你戒掉这种习惯 那命已经好 这就有深层次矛盾 我不错了 你博士多久时间 我包穿引玉 刚才岑老师 就一直一直到 香港政治 一直到这个原学 那其实这个头痛 这个问题 就是在三国演义的时候 有另一个故事 有个 有个 二人 管乐 有人就说头痛 那管乐就去 他跟他看看,你頭痛為什麼呢? 因為睡房很遠,對面山上有墓地 墓地裏面撞了一個人,以前是一個戰士 他拿著一支矛,躺在那裡撞進棺木 那支矛對正你的床頭 你把他移撞到另一個位置就沒事了 這個更加圓,這三個演繹羅冠中 要問到李偉才博士 剛才岑老師一開始用香港的深層子矛盾 其實你又天文地理,又擴闊很多 其實今天,中東、歐洲,有多少矛盾 社會整天都很動亂 當你一看到全世界的時候 其實是否從歷史上根本沒有矛盾 根本都很少出現,到處都應該有矛盾 這樣也對,其實矛盾你可以有兩個角度去看 正如剛才說,有深層、有表層 好像以前毛澤東說過 敵我矛盾,還是人民內部矛盾 所以你也可以 雖然有時候你可能會覺得難以想像 有良性矛盾和惡性矛盾 什麼叫良性矛盾呢? 其實事物在矛盾之中發展 當然這也是,尤其是恩格斯 馬克斯的好朋友所說的一個唯物辨證法 當然他是借用了克格爾 他所謂世界上的事物的發展 永遠都是正反合 英文就是 第三種叫做 thesis和 anti thesis和 synthesis 當然他 正反合的矛盾 就不斷轉而回到原點 他一直矛盾,在合後 他又會提升了一個戒梯 然後那個合又變成正 正又會產生反 反又再合 這樣也是 克格爾的一種世界觀 或者自樂觀 所以借過來 說社會的發展,其實在很多程度上都是對的,如果你完全沒有矛盾,就不會有發展 但矛盾過了龍,就是一個惡性的矛盾,產生了很多苦難,在人類的世界上很多苦難 不過,雖然我不是讀哲學出身的,雖然我在大學的時候讀過半張文章,叫做科學哲學 但我自己本身對哲學很有興趣,其實我可以由遠古一路講,講到矛盾的性質 但我暫時,或者想再講,我反而想講,現時大家在身邊所看到的事情 即是說,香港也好,全世界也好,像陳教授所說 大家有沒有想過,其實人類的經濟發展,以過去一百年計算 你說是發展了多少呢?是吧? 即是說我們,如果我問一個簡單的問題,就是 其實人類最富有的時刻是甚麼時候呢? 一定是今天 即是,以我們所擁有的財富 無論你用一些硬指標,即是我們用國民生產總值 或者你說,因為我們的人口不斷增加 所以比較科學一些,你說一個人坤的國民生產總值 即是隨人頭,這樣 其實我們現在都是空前的 雖然零八金融海嘯之後,會是跌了一些,還有反覆 但如果是比較宏觀的,一個大的趨勢來講 一定是我們現在的經濟發展的水平 是比人類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都高的 我們應該是最富裕的一代 那麼你也看,當然這個富裕背後是有它的基礎 就是我們的知識水平 科技水平 以及生產力水平 即是我們現在每個人的,也是生產力 人坤計,所謂productivity per capita 也都是以我們現時是最高的 但是為什麼呢?我們現在,特別是面對一個社會上也好 全球也好,因為是貧窮的現象,貧困的現象 我們差不多沒有人敢說滅貧的 我們最多只能說負貧的 其實大家不知道有沒有印象 雖然那時候我很小時候 也應該是我未出生 但是我很關心這些事情 我知道聯合國成立第二次世界大戰完結之後 其實它有兩個大的目標 當然第一個是最主要的 就是希望人類能夠達到永久的和平 不要再打仗了 因為太可怕了,自相殘殺,生靈淘灘 但是其實它還有另一個目標 就是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消滅這個世界上的貧窮 貧窮應該是成為歷史的 以人類現在的生產力來說 其實我們不需要有人處於一個貧窮的 甚至是斥貧的狀態 但是你想想,它從1945年到現在 多少年呢? 即是超過70年 但是這個目的呢? 是到現在還未達到的 世界上的貧困狀況還是驚人的 還有很多人處於貧困線之下 甚至很多國家的領袖、政府的元首 都不夠膽再說 當年1945年 就是在聯合國成立的時候 紐約他們的宣言中所說的 滅貧,沒有人再敢說滅貧 最多是說什麼呢? 叫做扶貧 你想想,70年之後 其實是退步的 好,另一個角度我想說 既然我們的生產力已經提升了這麼多 我們的財富增長了這麼多 為什麼我們現在的人 工作的時間 反而比以前更加長呢? 是越來越長 而我們的工作壓力 亦比以前更加大呢? 為什麼呢? 你真的想不明白 是不是? 消滅不了貧窮 工作時間越來越長 工作壓力越來越大 如果說回 剛才陳教授說 在世界上 巴黎當然昨晚你看到的水浸 這個水浸也是一個很主要的矛盾 就是關於現在我們全球暖化氣候變遷的矛盾 因為剛剛幾個月前才在巴黎開了聯合國氣候峰會 但是大家有沒有最近留意巴黎 其實我們這些新聞不是報很多 就是很大規模的示威甚至爆發變成一個暴動 其實很多是年輕人來的 上街的示威暴動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覺得 喂 法國 自從1789年已經有法國大革命 高舉自由博愛平等 這些理想 也走上一個民主憲制的道路 我們覺得法國是一個很文明很先進的國家 但是為什麼他仍然還有這些 這麼大量的年輕人要上街 要示威遊行甚至搞到暴動和警察對視呢? 為什麼呢? 這些就是我所謂的矛盾 當然矛盾就是飛哥這麼說 我們看看表徵 但是背後 為什麼呢? 其實我想賣一點點關子 讓大家想想一下 我剛才說的矛盾 當然香港來說大家也知道 所謂的地產霸權 金融霸權 就算是大學畢業 那些小人都買不到房子 很多很多這些矛盾 但是其實我去問這些問題 大大話話話說 已經問了接近50年了 半世紀了 為什麼這個世界 一定要有貧富懸殊 當然我很小時候問很多事情 大家可能都問過 不過很快就忘記了 一就是我為什麼存在 二就是為什麼我是我 三就是為什麼我是男人 不是女人 四就是為什麼我是中國人 不是美國人 五就是為什麼我生活在這個時代 而不是古代或者未來 這些我們叫存在性問題 叫Existential Problems 其實是幾乎沒有答案的 但是接下來就很多 為什麼這個世界 一定要有男人和女人 這麼麻煩 為什麼這個世界 一定要有統治者和被統治者 為什麼這個世界一定會有貧富懸殊 為什麼這個世界會有戰爭 這些問題我問了超過50年了 但是其實我最近這幾年 這四五年 其實我是開始 我自己大膽說 是開竅的 其實我一直都沒有什麼答案 但是最近這幾年 我是開始想要再答案 不過我就不說著 賣了一點關子 我先交給飛哥 讓飛哥來補充一下 好 光彩李博士那個 1945年那幫人的理想 我忽然想到 如果這一幫很有理想的人 你能夠讓他在位做50年 當然他要有200歲的命才可以 選了出來 他一直堅持去做 但是現在的政治體制 你做10年8年又再選另一批 10年8年又再選另一批 一選另一批 所有的東西都改了 你沒辦法貫徹一個 真的要超過10年 或者20年30年的事情 才可以做到 例如孔子孔孟當時說 老不老以及人之老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如果說了2000多年 為什麼我們的老人家 還在街邊撿紙皮 那我們老不老以及人之老 就不應該有什麼現象出現 這個搞了幾千年 這個就要請神日菲老師 可能用逆學解釋一下 這個瓶一定要存在 沒有是不行的 所以一定要有什麼現象 那要說回我的本項 本來我不想說 叫我說 其實矛盾呢 另一個說法就是陰陽 剛才李偉才提到的 你不用陰陽也可以 剛才他用馬克思 其實是黑格爾的說法 叫做正反 你不用電腦符 也叫做零和一 零就是 零和一就是一個矛盾的組合 那你是一陰一陽 那你說陰陽呢 你就是一個逆經的組合 逆經的組合 那就是講矛盾 那你說陰陽呢 那就麻煩了 因為陰陽呢 就說 那陰陽的組合呢 就是 你已經發展到 有六十四個掛 有六個牙 那你會發現到 剛才李偉才博士說 正和反 會產生一個合 然後提升一個升 然後又再稱正和反 但是他沒有說到 甚至馬克思都沒有說到 在正和反達到這個合 的過程 究竟是怎樣的呢 如何又由正和反之間 產生合 但是那裡 正法之後 最後的正反之間 那個互動 最後會產生一個合 但是這個正反之間的 互動是如何互動呢 那麼我們 中國的易經 就提出一個很特殊的概念 就說呢 你現在香港也有 很多矛盾存在 都會發覺到 到2017年 都一直去到 50年 2047年 都一直不停地動 那麼 整個發展的過程呢 在疫學裏面 分六個階段 所以有六角 六十四角 分六個階段來看 究竟你現在去到 矛盾發展的 第幾個階段去看 那就是 佛經 佛學 就說四個階段 四個階段 成駐外空 多兩個 變成六個階段 複雜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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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還分三種性質 有天的關係 地的關係 人的關係 但這裏不要說著 剛才 李慧財說到這件事 他很特別 他說到 自有人類歷史以來 從來沒有試過 像現在這麼富裕 這麼富裕 那麼你就發覺到 一方面很富裕 這個富裕 在易經的形容 我們這個叫做太卦 康泰的太 我們說太卦 太卦就是富裕 但大家有沒有發覺到 李博士 其實是一樣 他跟其他人不同 他雖然一方面 說富裕 剛才他很關注 氣候暖化的問題 很關注貧富懸殊的問題 個個都知道這些存在 但不像他這麼關注 只是說 他那個危機感 是很重的 他現在發覺 現在很不癢 很不癢 其實他是特別 特別強烈的 他有危機感 你看他現在很活躍 他做了很多事情 他有危機感 大家做錯過的危機感 不能按下李博士 但是他的危機感 他有一點 有誤性 為什麼呢 我們看 就是說 在《易經》裡面 六十四卦 都是有個發展過程 你發覺到 當你去到太卦的時候 下一個卦就叫做皮卦 是的 否 皮極太久 皮卦 皮極太久 如果再看 從太卦去 從最好的太卦 一步就變了皮 就是為何它是危機感 他已經發覺到 現在很棒 爬到高山 但那位是一個懸崖 下一步 就跌到深谷了 那個危機感就在這裏 這是太到皮 所以你發覺到 好像我們說 皮極太久 不要緊 皮極太久 如果你再看 皮疙瘩 從太卦去皮疙瘩 一步 從皮疙瘩 回到太卦 是六十三步 即是多少年 你按照計 總之 一比六十三之分 即是說 當一個人 所以大家 如果覺得自己很不行 你想不行 是有牌的 但如果你想不行 你想不行 就很快 記不記得 就是 通常我們說 由太到皮 是很容易的 即是說 你 從山下爬上 高山 是有牌爬 但你從高山滾下來 就滾下來 就滾下來 即是下降 甚至法學也是 去到十地菩薩 由十地菩薩 很快就去一地 但一地去十地 你會有牌爬上 所以這就是 已經說了 事物發展的特色 就是矛盾 矛盾的特色在這裏 但是 裏面 矛盾如何組合 我們說 陰陽 有很多 剛才李博士 都已經說了很重要 矛盾是有良性的 有惡性的 即是說你 陰陽本身 可以有對立 但陰陽本身 亦都可以有調和 陰陽本身 可以有轉化 陰陽之間 看你互相如何合作 可以互動 可以對立 可以鬥爭 可以產生很惡劣的結果 但是 這些惡劣的結果 李博士 其實 其實 他現在做這麼多事情都對 你知不知道 在契經裡面 六個牙裡面 是分 天 地 人 通常 肉牙下面 一二三四五六 以上 你會發覺到 第一牙 第二牙 我們叫做 屬於地的範圍 第三牙 至第四牙 屬於人的範圍 第五牙 到第六牙 屬於天的範圍 我們說天地人 就是 天地人 建立 中國人以前 其實已經很重視 天地人的關係 其實很重視 不過已經 分裂了 這個三牙 變成 中國以前的 管治者 已經應用了 你有沒有發覺到 帝王的王字 三劃王 三劃王 為何一個王字 這樣寫呢 其實三劃 下面的劃就是地 中間的劃是人 上高的劃是天 然後中間 一落一動 就是天地人 結合為王 你想做土耳的統治者 你就要搞定天地人 帝王的王字 就是這樣來 有誰姓王的 大家要珍惜你 你姓王的王字 三劃王 那裡一落一來 就是這樣來 這是孔子港的 孔子港一貫三養 一落一來 但是呢 你會發覺到 這三劃王 我講矛盾 現在我講矛盾 你會發覺到 在契經裡面 三劃王 契經裡面 有很多判詞 說這樣的矛盾情況是刺的 這樣的矛盾情況是凶的 這樣的矛盾情況是凶的 這樣的矛盾情況是無咎的 這樣的矛盾情況是悔的 後悔的悔 這樣的矛盾情況是靈 靈式的靈 就是有不同的判詞 這種矛盾情況 哪種對深層次矛盾出問題 就叫做凶 這個矛盾是糧性矛盾 我們叫做吉 我們可以這麼說 我們不要用吉 什麼叫糧性矛盾 但是一些矛盾 現在還持續 但是暫時還未出現禍害 我們可以叫做無咎 有些人說 接下來 出問題 那個叫做糧 又糧便變成凶 但是呢 如果你有悔 你肯 你肯 現在理財時間 總是叫你們 要懺悔 要後悔 要 alert 這個就叫做灧 灧之後就變回吉 即是吉之前就是灧 那我都忍不住單刀直入 現在香港是屬於哪種事 哈哈哈哈哈哈 香港現在就是 是輪 接著下面就是胸 你看到現在是向下走 那這個問題就很快 那現在我們說 但是不要緊 我現在可以跳到 剛才我說過六個咬 吉有胸 有輪 有悔 有無咎 你要發覺到 很多咬的判詞 是落在第三咬 和第四咬 就是說 搞到 為什麼會空 為什麼會搞到這麼不行呢 主要的責任 是屬於人搞出來的 是人和 跟天無關 跟地無關 你們說的很有趣 你發覺到 咦 為什麼會空 我原來是第三咬 我原來是第四咬 全部都是那裡 一二十五六那些 比較少這些出現 就是說 其實這個世界搞成這樣 李博士會再嘗試說 其實是人搞出來的 是不是 李博士 好 李博士繼續 很精彩 我一直聽 聽到入神了 不過 我又嘗試用 我自己始終都是一個 科學發燒友 我用科學的角度來理解一下 易經當然也是 我國的先文 總結了很多他們的觀測 生活上的實踐 智慧來總結 那麼 市民發展的規律 其實我想大家知道 小時候 你也聽過我爸媽說 就是 學 好 就是 三年 學壞 就是三 是不是 學壞三日 是不是 學好的三年 即是說 你要成就一件事 你其實是要經歷很漫長的 很崎嶇的過程 慢慢來才去到一個這樣的水平 但是 如果你要喪失一件事 或者一件事崩壞 用什麼呢 眨眼就是 我們知道 我們讀科學 我讀物理 一進入大學 就已經要用那些 視波器 我們叫做Oxiloscope 是吧 視波器 其實很多時候 事物的變化就是這樣的 是小手 就是那條發光的線 開始時他就慢慢站起來 到現在就突然一聲 突然一聲 突然一聲 突然他去到那一聲 可能要很長時間 但是突然一聲 增下來 崩壞其實就是很短的 這樣子 那 也都是 有很多事物 所以說被極太內 是 很基本的內助邏輯 我們常常用生態學 狐狸捉肚子 那種例子 當一開始很少狐狸,兔子沒什麼被暴獵,有很多食物,兔子的數量一直增加 但當增加時,狐狸就發達了,因為有很多兔子吃,於是他又捉了兔子吃,於是狐狸的數目又會很快增加 但當他增加,吃完兔子,兔子的數量就會很快就會倒下來 但當兔子倒下來時,狐狸的數量也會倒下來,所以大家就會呈現一個波浪型的 這就是狐狸的數量和兔子的數量,但兩個波峰是不重疊的,其實是有一個相差的 當然這就是我們讀物理中的,叫做Phase Difference,其實有一個相差 但其實他的變化,事物的變化就是這樣,互相牽制,但其實他會有一個,一直增長,然後一聲,我們叫population crash 就會有這個情況,互相牽引 另一個更有趣的,更簡單,你說狐狸的兔子都複雜 大家有沒有玩過滴漏,沙漏?如果家裡有一個沙漏,你會看到 當那個沙漏,Hourglass,已經掉下來這邊,你一倒下去,就開始滴下去,當沙很幼很幼 但其實這個小沙粒背後就隱藏著很大的道理 因為原來他一直這樣,假設那個口是很窄的,很幼的一條沙滴下來 然後他下面開始堆積了沙,但沙一直堆積,就是一個追形的,一個山丘仔 但其實你會發現,有一段時間,他是連續升地累積的,即是高度一直會升 升到差不多的時候,他又會倒下 因為升到差不多的時候,他受不了,因為沙粒本身有磨擦 但他太高了,他受不了,他又會倒下來,然後他又會再升 這就是我們經常說的,為什麼他倒下那一刻呢? 其實升那一刻,其實就是一個線性的累積 其實倒下那一刻,我們叫做非線性,是一個non-linearity 如果你讀災辯論,catastrophe theory,就知道了,那裡有一個斷裂點 但倒下的時候,我們就叫做臨界點,就叫做tipping point 你知道了,Malcolm Gladwell,十年前那本書,幾唱笑,tipping point 其實這些就是我們叫做threshold,或者叫做臨界點,tipping point 或者叫做criticality,這個叫做critical point 但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原來他連續地一直升高那個沙堆 但然後每次倒下,他幾時倒下,以及他每次倒下多少呢? 原來是預測不到的,預測不到的 就是說,他本來呢,你用牛頓力學,他背後全部都是決定性的方程式來的 是deterministic equation 但原來有些系統,他這個叫做宏觀 他在微觀度,他是完全奧悲,就是遵從牛頓力學 但是macroscopically,他原來是有一個emergent probability 我們有一個湧現的property,就是說 其實他是有一個unpredictability在這裡的 其實也是符合剛才菲蘇所說的那些卦象 其實當然古人很有智慧 其實他把很多這些生活上的東西,他已經總結了 一個一個六十四卦 為什麼他脾氣太久就是這樣,他升到這樣,他自然就倒下 等於股票市場其實也是一樣的 但其實沙粒已經告訴大家 你用一個hourglass已經看到這種criticality 以及背後其實是有一個unpredictability 就是那個混沌理論背後,其實這是一個其中的例子 但比如說回你說人類社會,剛才菲蘇最後都說過 是人為的那樣子 當然是 一個最根本的矛盾就是 原先我們在遠古幾千年前 在樹林那裡,因為都還沒有成人 基本上他們的生活模式是很自由自在的 喜歡的就餓,就摘個水果吃 眼睡的就躲在那裡睡覺 急的當然要去做事 其實呢 如果是交配季節的,當然要去交配 如果是生了,也要照顧他一會兒 我們作為哺乳動物也要餵,奶 但其實生活大致上是優災猶災 當然風險很高,死亡率也很高 但是當我們一直慢慢演化 成為一個比較有高等智慧的族類 他自然就會出現了一個生活模式的轉變 其實現在也有的,不只是人類的祖先 就算現在是大猩猩、黑猩猩 或者是其他的猴蕾 比如我們所謂的肥肥 雖然大家讀忽忽 但是正音讀肥肥 其實他們是不是一個群落一個群落 即是我們一個troop 他們可能是三五成群 他們發覺三五成群一起 可能是大家可以保護自己照應 亦都被人欺負的時期 等於街邊的同黨 憑什麼都一樣 自然就有一個群聚的現象 於是由一個比較孤立的 變成群居的生物 我們早前也很早是群居 群居的時候有一個很簡單的道理 就是你有幾個群居的群落 但是大部分其他都是很自由民主的 就是完全沒有一個所謂的領袖 但是其中有一個群落是有領袖的 好了 如果大家真的資源不夠的時候 就是欠水喝 欠東西吃 欠地盤 你想一下 有領袖那個 和沒有領袖那些 誰會優勝 當然是有領袖那個 所以這就回答了我小蚊仔問的問題 為什麼一定要有統治者和被統治者 因為這是一個很簡單的邏輯來的 不同的群落 有強有力的領袖來號召人 組織 那你欠地盤什麼 你一定贏的那些 完全是一盤散沙的那些 正如孫中山說我們中國人一盤散沙 那樣 所以一定要團結 所以統治者 這個我們明白 但是 其實人一方面 是不想被人統治的 是吧 我們是想憂災猶災的 但是另一方面 你說 原來我們是 擁大一個統治者 對我們集體來說 算起來是有利的 就是我生存的機會提升了 或者找到好的果實 又會多了 又有水喝 其實這個就是我們最 最最最 original的三層次矛盾 就是說 我們不想被人統治 但是又一定要有統治者 我覺得沒有一個深層次矛盾 是根本一個這個 是不是 就是 獨居和群居之間 就是我群的關係 就是說 如果你說個個都是超人 是 住在太空深處 完全不用管別人的 那麼 他就完全是百分百solitary 就是孤獨 沒有矛盾 但是我們不能夠做 我們經常都說 No man is an island 是不是 我們不可能個個做老賓孫 當日Friday一來到 那你都已經閉加火了 因為人際關係 是不是 所以 所以這個矛盾 你是完全不可殺沒的 但是 那麼多年以來 人類 不要說自有文明以來 其實他是比文明早 但是因為 以前的人根本 那個智慧或者感情的思想 沒有那麼發達 就是他隱隱約約 他又有些抗拒 resentment 但是他又沒有人發 因為他又有領袖 但是因為我們越來越有高等意識 有高等智慧 高等思維 那麼 這裡始終是有矛盾 就是說 自由 我們一定要犧牲某一定的自由 其實這也是英國哲樂家 霍布斯所謂的利維坦 那樣東西 是吧 利維坦就說 大家 打到血淋淋死 不如不要 不如我們也是 推一個共主 這個共主當然 以霍布斯當時就是英國的國王 是吧 我們服從國王 大家就不用打到死了 其實這個我覺得 就是最根本的矛盾 我暫時停一停 好 剛才這樣說 令我想起 我們講的統治者 被統治者 但是很多時候 我們一個人 作為一個自己一個個體 其實自己的內心 有自己的矛盾 所以你不需要跟其他人在 你其實自己一個人 有時候有些取捨 和有些東西的時候 其實你自己的內在矛盾 都很厲害 那既然說 那麼多內在矛盾 我又回到想 剛才有一點 就是我們這個世代 是有史以來最富庶的 但是 我們在講的是一些 物質生活的富庶 到底我們的精神生活 是不是真的 比我們的前人富庶呢 還是我們現在物質生活非常富庶 其實現在我們所有人的內心 比起春秋戰國的時候 或者比起沙士比亞年代 他們這些文學藝術 他們的內心的精神的附足 可能比我們更多 就是會不會是這樣呢 我只是想說這個問題 那麼 飛哥怎麼說呢 你 講其他都可以 剛剛說 剛剛那個沒有什麼答案的 都是 我還沒講轉部長 和退部長之前 我想講一件事 大家又去到最初 介紹一個最基本的形式 我們講矛盾 一個矛盾 一個矛盾 首先我們要講清楚 究竟如果 擺起來說 究竟矛盾重要 還是盾重要 即是矛盾 是不是平起平坐 一矛盾 一盾 究竟我們要重視盾 因為重視盾 何謂矛盾 你可以看出來 那個矛盾 是公的 盾是手的 如果用陰陽來講 那個矛盾是屬羊的 盾是屬陰的 是不是 所以 在陰陽 究竟 陰重要 正陽重要 你看看 這裡有這個 不同的地方 你看看出來 剛才說 如果用正反 究竟正緊要 正反緊要 你看看一句說話 在《道德經》裏面有句說話 大家去想一想 《道德經》裏面 就說 很多人都 叫做 斷章取宜 有沒有詳細去看整本《道德經》的內隆去蜜 很多人都會說《道德經》裏面說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萬蜜》 這個個個都可以叫出來 但是很多人叫做 就停止 因為 根據這裏來說 有很多 《道德經》 《道德經》 《一生一》 《二生三》 但其實你要看的時候 你要看整篇 看整篇 整個內容 究竟《三生萬蜜》之後 那句是什麼 你才可以比較容易了解到 何謂《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在那裡停止了 你不說 後來 就容易穿鑿腹 我會說很多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萬蜜》之後 那句很重要 叫做什麼呢 就叫做 萬蜜負陰而抱羊 充氣以為和 這就是《道德經》裏面說的 那現在你再問一下 什麼叫做 萬蜜負陰而抱羊呢 那你就說 你想想 表面上 想想想 裡面有說陰羊 那羊是抱的 抱羊 那陰是負的 那陰的意思就是 背 背著陰 抱著羊 我問大家 究竟 背的力大 只是抱的力大 你試一下 你看現在 你找人搬屋 你看那些人 叫苦力搬個雪櫃 究竟抱著雪櫃 你看這個用字很有趣 負陰而抱羊 究竟抱的力大 只是背的力大 其實這些東西 都全部 有的 萬事萬物 其實很多東西都不是 我們觀察 很多東西 我用一個很簡單的 自然界的例子 和大家比喻 剛才陳教授介紹過 有些東西是遺漏了的 我要補充 根證 他說 我讀生物系 接著是讀社會系 接著是讀哲學 遺漏了之後 我讀生物系 我讀化學系 但我沒有讀物理系 你買在財網上 可以補充我 是我的遺憾 我曾經自己想做一個 那一年想做一個 Biochemist 即是生物化學家 當時李政道和楊振寧 他們兩個都說 讓他們再來這個世界 他們就不讀物理 讀生物化學 因為物理已經差不多到盡了 其實我發覺 比我再下輩 我都不讀Biochemist 我是讀Biophysics 很棒的 生物物理學 很多有趣的東西在我 不過現在提外話 因為我下輩才講 我現在不讀 記得來聽 今天我再講 我要講生物 裡面的一些現象 用我自己最初讀生物系 生物界裡面有種植物 叫毛竹 毛髮的毛 竹鼠的竹 這個毛竹很特別 這個毛竹 它在生長的時候 一天 只是生長 大概是3厘米 3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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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記得是3厘米 3厘米 比例 但是 總之你記住 3厘米 但是一個月之後 它一聲 一天可以生長30厘米 從3厘米 變成10厘米 它是甚麼竹 現在是甚麼情況 已經成了這樣 30厘米 為什麼無故 每天都生長3厘米 然後一個月之後 7人生長很高 一個月之後 砰砰砰砰 你覺得 生物界裡面 這麼特別 這是什麼植物 其實很簡單 我也不知 它在那一月之內 它在泥土之下,下面的伸展 已经伸展了几十里 下面的道路这样去,然后它的底部这么厉害 它一声就上来 所以你会看到这件事,这件事就表现出 在泥土下面那些就叫做阴,在泥土上面那些就叫做阳 所以我们叫做阴阳的不同,阴是看不到的 阴是看到的,看到的其实很有限 我们看到,你说香港社会有什么危机 香港社会的危机,或者今天当代社会的危机 很多东西你是看不到的,它是在移动的 看到已经很少了,当你看到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我经常引用一个医生,西医来的 我每次看医生的时候,每次看医生的时候,我问医生 这个是威尔斯医的医生,我问他 我说,我的肛功能如何,我的肾功能如何 他说,正常,完全数据OK,又假的 当你发觉数据有问题的时候已经是太晚了 所以很多人说,我早两个,我最近认识的朋友 我说,我早个月才认识的,身体检查,全部一切正常 然后今个月现在检查,癌症末期 其实有些东西是在移动的 我们这个人看矛盾,就看到了 李慧尔一定看到很多东西 一些东西是在移动的,但很多人看不到 不知道其实呢,当他出发的时候已经是太晚了 他是在移动的,正在移动的 但你看到东西是羊,但音的东西是看不到的 所以音的重要性呢,是比羊更重要的 所以老子说,反者道之洞,那个反就是音 任何事物呢,你要知道 所以我们知道,任何男人的背后都有个女人 那是最重要的 你们整天都骂梁振英特首 不知道真正的集中,你应该看到梁太 哈哈哈哈哈哈 什么阴阳组合两个夫妇就是阴阳组合 你不要只看一个,看两个就要看 你看到很多东西,你一看 其实阴阳的重要性比羊 但是他看不到的 你知道你经常看到梁振处在梁相各方面 但他密地终于很多东西 你不知道 所以很多东西都知道 你看到阴阳的结合 你看到阴阳的发展 你看到阴阳的发展 所以我们要处理矛盾的 陈教授,是处理看不到的东西 那些东西是很大势的 但是你不知道 我刚才那些毛竹的下面 已经伸展了几十里 然后一天就可以伸展了三十里 所以我们说深层次的矛盾 深层次的意思 就是朝向阴阳里面的阴 一明白这个阴阳 你就知道我们知道 如何去处理矛盾的问题 交返给李博士 好了,给李偉才博士一个难题 就是如何处理 各位现在一直在听 最后当然想听一些方法 还有今天走出这间房间之后 马上有什么好做呢? Eddie有什么好做? 其实我经常都说 因为我自己本身 由小到大 是有很强烈的好奇心 和求之欲 我是很热爱的知识 很热爱的科学 所以我很重视一件事 就是解决任何问题的第一步 就是要正确认识这个问题 是吧? 如果你连这个问题 究竟是什么 或者它的性质是什么 你都不清楚 就谈不上去解决 是吧? 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这个讲题 很有意思 就是我们要了解 什么叫做深层次矛盾 特别是当代社会 刚才说了很多 譬如陈教授也说得很对 我又要 立刻 不是以今天之我 而是战作之我 差不多十多分钟前 我最最最根本的矛盾 就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 已经被陈教授推翻了 推翻了是对的 因为我其实想到什么 大家知道 就是人始终是有个贪念 贪念 其实很简单 我都说了 我从小的时候 就已经是立志 我做消防员 不是啊 我又想做李嘉诚 或者我想发达 那你一个人一生 你做得消防员 你就做不了李嘉诚 你做了李嘉诚 就做不了消防员 或者你说 我现在 我又想 一人间 我又想睡假 但是我又想听音乐 不是啊 我想听音乐 我想看电影 不是啊 我想看电影 我又想看书 那问题是你说 不是啊 但是 你整个人一世 就算你八十岁 九十岁 一百岁 你都是有限的时间 但是有限的时间 我想看那么多个小时的书 看那么多个小时的音乐 这个就是一个最根本的矛盾 但是 我们现在关心的不是这些矛盾 是吗 暂时不是 因为我们就是当代社会 当代社会 其实我想问回大家 刚才我问了大家的问题 就是 为什么 就是 不要说得远 就是说1945年联合国成立 想说是消灭贫穷 但是到现在 我们的科技发展到多重要 我们的iPhone 9 都在来 那些 但是为什么这个目标 反而是比起那时候来说 遥不可及 为什么我们的经济越发达 我们的工作时间越长 我们的工作压力越大呢 我刚才说有几年前就少开窍 因为现在我发觉 剩下半个小时左右 都不得 就是要花点时间 讲讲我所谓的开窍是什么 其实我的开窍就是说 就是 人类 有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 那个关系 其实是 可以多种多样 但是总的来说 在过去几千年的文明 就确实是 那个统治者 就会变得 是 权力越来越大 也是越来越专横 当然最高的一个表现就是 埃及的法老王 大家只要想想 我们讲的是五千年前 就是 法老王是完全是 就是 等于一个神 是吧 要人们为他去建这些金字塔 其实一直下来 这五千年来 这种这样的帝制底下 当然一级一级 他不是一个压迫你的 你中间也不知道多少层 当然也有很多所谓 是 大地主 大家都知道 是吧 很多这样的富人 那些贵族 地主 那些对人类的压迫是很大的 那这种是一种直接的压迫 比如奴隸制度 这些不用说了 那当然这就是一个矛盾 是吧 奴隸制度 那你不要以为奴隸制度 这些是很遥远的历史 绝对不是 啊 就是 美国推翻这个黑奴 就是所谓的取消 就是林肯 是说 其实是 未够二百年的 未够二百年 在人类的历史里面 是很短的 他跟剥削呢 真的很隱蔽 好像阿菲哥所说 其实在泥土下面 很多时候看不到 隱蔽就是他有一种 就是 叫做市场 叫做market 因为market 就给你一个概念 有特别的 加个自由 两个字在 哇 有谁不喜欢自由 是吧 个个都喜欢自由的 自由自在 没有人想被他剥夺自由的 自由市场呢 其实在过去这几百年 但是过去几十年 我就要说 一致从1979年 戴卓宇夫人 在英国上台 变成第一任女首相 铁娘子 以及1980年 一个过气的 荷里活的戏子 做了美国总统 这个就是朗奴列根 其实他带来的 我们叫做新右回潮 The return of the new right 亦都是叫做新自由主义 的经济哲学 我们叫做neoliberalism 是对世界的危害 是很大很大 是害到我们今时今日的 是绝对是未停止的 当然包括他背后就是说 很多东西要解除政府的监管 Deregulation 很多东西叫私有化 好像我们的领会领展 是吧 就是Privatization Privat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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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东西 当然他说得很漂亮 什么Public sector reform 其实就是要向corporate world 去学习 当然我们 Space 我临走的时候 就说什么 叫做Performance related pay 叫做PRP 后来我们就硬 改淘脂抹粉 叫做PMS 是不是 其实这些职效工资 所有这些荒谬的东西 其实就是完全是新自由主义 当然他的鼻祖就是谁 当然就是 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院 芝加哥经济学派 当然我们香港人 又是奉为什么 就是佛利文 Milton Friedman 当年中国经济改革开放 赵紫阳邀请了佛利文 去了中国两次 来做中国的军事 如何搞经济改革开放 当然佛利文更早 比他年长一点 在一起的 就是奥地利的经济学家 就叫做凯耶克 Fedrick Von Hayek 到劳逆之路 佛利文的选择之自由 就是资本主义的自由 当然香港也是我们香港大学 很多人奉他 又是说 一个叫大师级的人物 就是我们的张五常教授 当然他现在躲在大陆 回来 大家知道 所以呢 你现在《一周汉》 黎智英 特别《一周汉》 《阳淮康》 我看过《阳淮康》很多书 他寫的书都是自言自话的 他说我本来就不懂经济学的 不过自从接触了张五常 我现在开始懂经济学了 那就闭加火了 是吧 因为他们信那一套 是完全错误的自由经济至上论 就是叫做Neoliberalism 刚才陈教授 在未来开始的时期已经说 他在那里概叹 就是说 现在他日常做事 碰到很多东西 其实是很硬地要将 我们特别是做教育 要将那些客观化 量化 指标化 程序化 是吧 其实这种管理主义哲学 我们叫做managerialism 或者叫做supermanagerialism 是危害很大 其实它也是neoliberalism下面的一个产物 是吧 好了 但是我们信这个自由经济至上论 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自由在市场上面 全部都是一种叫做你情我愿的等价交换 所以是没有所谓的压迫和剝削存在的 就是说资本主义兴起之后 以前帝制的 或者封建制度 在欧洲的Filderism 我们的帝制 那种人对人的直接压迫的剝削 已经消失了 所以我们不会再有压迫剝削 这是大错特错的 其实就是说 我们现在社会上面 或者整个人类 整个地球 绝大部分的社会生产资源 都是掌握在极其少数的人的手上 这些人我们叫做资本家 当然它表现出来很多就是跨国企业的大财团 大企业 而绝大部分人 就是所谓1%和99% 当然这是占领华尔街 Occupy Wall Street 他改出这个口号是非常好 但其实在现实世界 当然不是1%和99% 是0.0%和99%和99% 是吧 其实真正的富人 世界上 其实他的数量不多 但他所占有人类的总财富 是惊人的 而我们绝大部分的人 都只能够出卖我们的赤裸裸的劳力 或者叫劳动力 去换取工资 然后才换取生计 这种我们叫工资劳动的模式 工资劳动在人类的历史上面 其实是非常非常之慢 的一个现象来的 其实 99%的人类历史 我们是一种叫自足经济 自主劳动的 但现在这种是叫做 真的强迫劳动 是一种工资劳动 我们有劳动历史 其实我最近在这个 网上也发表了一篇文章 叫做竞争力为什麽 就是说最近瑞士乐桑学院 平香港就是世界第一 但是国内社科院 香港就是中国第二 哇这个真是 那些逻辑都搞不定 大家知道了 是吧 世界第一就是中国第二 是吧 但是我说究竟 怎样他们需要竞争力呢 唐朝那时 而汉朝那时 长安和洛阳要不要竞争的呢 宋朝那时 全州和温州 扬州 要不要竞争的呢 是荒谬的 其实现在这个竞争呢 就是因为过去几百年 西方殖民主义 帝国主义 或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果 叫做新殖民主义的一种 极不公义 极不勤等的 国际劳动分工秩序 底下的一种 叫做罗马帝国经济学 什麽叫做exportlet的 经济发展 荒谬的 什麽叫exportlet 其实就是为帝国 提供价廉物美的产品 其实现在资本主义的全球化 已经是很厉害 但其实还未完成 还有非洲 拉丁美洲 南美都还在做 其实工业资本主义最重要 是哪些东西 第一就是大量廉价的原材料 当然是土地 上面所有的抗产 农产 然后就是大量廉价的劳动力 来制造产品 然后就是一个庞大的消费市场 让他们可以买回那些商品 在这个过程中 他就创造了利润 这个利润 其实越大 他就越安全 因为这个世界 在所谓的资本主义商业竞争下 就大鱼吃鱼 你不吃人 别人吃你 所以做大做强势 硬道理 就是要 profit maximization 为什么那个人站起来问 马时铿说 为什么我们可不可以减 这个地铁的价呢 他说 马时铿就说 这样会损害你的利益 对不对 因为现在这个 所谓的股票市场 就是贵度业绩 股价升涨 红利益 就是硬道理 所以 实际上 因为大家各个资本家 互相竞争的时候 你一定要令到利润最大化 因为你不够利润率 升得不够快 就会被人收购合併 吞了你 或者是淘汰了你 所以他们一定要发展 所以他说 保育和发展之间 有一个矛盾 是不是 我们为什么经常都说 保育发展 这是一个假的 虚假的对立 我们人类面对 社会面对 香港面对的 不是保育和发展的对立 是保育和发展商的对立 是发展商的对立 但是因为他不发展 他就没有办法创造利润 他不创造利润 其实呢 还有一个关键 就是银行的存贷利息差 就是他存款的利息 永远都是低于贷款的利息 这个也是银行 为什么变成肚满腸肥的大肥猫 但是如果他做了一盘生意 而他的利润率的上升 的速率 是不能够 禁得过全贷利息差的话 他就等于白做 所以他一定是要 exp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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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这个地球毁灭 这个就是我刚才 问那个很简单问题的答案 我刚才就是问 我们一会儿 走出去应该做什么呢 这个答案就是最后一句 不如我问陈老师同样的问题 你用逆经推算未来二十年也好 利用你的智慧也好 各位朋友听完走出房门口 做什么好呢 陈老师说完 给大家一些时间 问问题 在座各位一定有很多智慧的 或者发表意见 我们一直到12点半 过了一点 不要紧 两点都可以 走出房门有什么好做呢 陈老师 奉劝一下 这里有不同年岁 有男有女 有各种行业的人 有退休人士 或者有读书都不定 大家没有发觉 李博士说得很激 很激 很激 值得鼓掌 有今年的年纪 还有这么有充气 很年轻 很年轻 不是 她内心比外表更年轻 我们就是 李博士 不好意思 我有点地方和你不同 好 因为刚才李博士虽然说得很激 她说的那些 都不是深层次的矛盾 她说的那些都是表证 现在搞到这样 这些大企业 对我们的全部都是表证 表证背后还有更根本的东西 这才是深层次的矛盾 刚才她举了那些 经济学家 从Reagan开始 奉扬新自由主义 无论是海耶克 Milton Friedman 这个是 张悟常 或者我 这些人 杨怀空那些 我都很熟 他们都是那一派的 他们都向我推销这些东西 杨怀空就对我推销 叫我看那个 哈耶 那本 不是 那本 对 自由的宣章 但是 其实我在1973年 我已经开销了 这件事 已经 四十几年前 开销了 她叫我看 那是七十年代 我已经开销了 因为 这些所有 刚才李慧财所说的 所有的事情 其实这些经济学家 所谓的 新自由主义 香港也有一个 知交学派 其中一个 和 港大都很 是叫做 王于漬 王于漬是知交学派 全部都是 但是 这些 他们所奉扬的 其实还有一个 基金组的鼻组 不是说 Milton Friedman 那个人叫做 Adam Smith 就是说的 这就是所谓 所谓的 市场 资本主义的鼻组就是 Adam Smith 但是Adam Smith 说了一句 很经典的说话 这件事就是 深层次谋短 李慧财所说的 他说是市场 但是Adam Smith 说 所谓的自由市场 是冥冥中 有一只 不可以见到的 手在推动 这就是深层次谋短 究竟那只 冥冥中 你看不见的 刚才我说的 陰 推不动 推动的手在哪里呢 如果这件事 不解除 我们怎么 好像 韦财哥 那么激 也没用的 那件事很重要 但是那件事是死症 差不多 又不是死症 但是很难医言 那件事叫什么呢 所以说 你们都 免不了 到时 被你坐了 领会的位置 或什么事 你都会逃不 那件事 那件事叫什么 冥冥中 那只手是推动 为什么现在 整个社会 李嘉诚 可以碰 所有人都可以碰 自由市场 可以运作全部 那种叫做 time 这就是冥冥中 那只手 所以说 你要去到 深层次的矛盾 一定要去除 那种time 这样就没有了 但是人 你买到自己 你们贪不贪 不要告诉他们 你不贪 哈哈 每个人一贪 你就逃不了 但是怎么去除贪 那这里我和李卫才 可能有些不同的地方 李卫才有个 有个理想 如果把社会制度改了 全部都说 我们这种的意义都没有了 但是我问一下 如果社会制度改了 全部都改了 就算你说香港 不要梁振英 要他帝国 会不会改呢 问题就是 我想问大家 贪是否存在 都是存在的 所以这种东西 是永无止境的 如果你说 去到佛陀的智慧 佛陀呢 就教你 你要去除贪 是从自己本身 个人的修行去着想 不要依靠社会 改了 所以问题 陈永华教授 我说 走出去方面干什么 我说 你出去回家 好点打坐 哈哈哈哈 这是一个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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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去除 你首先从自己做 你没有了贪 你这个贪 凌智的贪 贪真识也存在 你没有了贪 是很难的 但是这件事是千里之痕 始于捉下 从自己开始做起 那里很容易 首先你不要想 我要改变社会 可以社会大同 可能你到死那天 都改变不了什么 但是你首先从自己开始 你这个贪 本身 人的贪是很恐怖的 可以扩展 所以我刚才说道德经 一句说话 这个老子说 他说天之道 这个就是说我们 好的社会 良性活动 都是说阴阳 天之道是选有余 而逢不足 这个就是李慧才博士的理想 能够做到选有余 而逢不足 喂 李嘉诚这么多钱 选一下他 我们不够钱 给我们 应该是天之道 但是人之道 就是选不足 而逢有余 人之道 但是为什么选不足 而逢有余 根源就是贪字 贪字本身 所以如果骂我 你骂我 你骂大资本家 他们便是 印印脚的 你便骂 因为他们知道 整个制度的设计 都是 针对你们的贪 所以它是活动的 你不贪吗 你说 违康 或者百佳 佔用了很多东西 但是如果他减价 或者什么主理 你都去那里买的 你没用的 是吧 因为你也是贪的 哇 那家人便宜一点 百佳便宜一点 那些社企贵一点 你也不买的 所以始终 你贪着他 全部是针对我们的贪 针对他的贪 来活动 如果人们可以不贪 他们全部都会死掉 你说什么资料 资料不够 他的问题就是 因为我们贪 所以这些事情 就很麻烦 这是深层线的矛盾 这是人类的问题 我尝试回应一下 其实这个问题 当然我也试考了 真的半个世纪 你想想 佛陀的觉悟 提出 当然贪真痴 就是我们一切苦难的根源 他叫人来 好像说 禅修 打坐 我们 忙我去肉 不要贪 其实 这个 学说也好 这个教会也好 已经是二千五百多年 但是二千五百多年实际上 带来了多少 多少的改变呢 同样 孔子 就是我们的智姓先师 是吧 他提出这个所谓 大同的理想 也是成二千五百年 但是 实际上 我们现在 都离这个理想 还是甚远 我经常觉得 说真的 其实我在 第一次尝试去清晰表达 就是五年前 我出版的本 叫做 唤醒69亿只青蛙 全球暖化 内幕披露 里面 我画了一个图 分为四个障碍 就是四个道向 就是关于 认识上的偏颇 制度上的扭曲 利益上的冲突 和人心的迷失 说真的 其实世间的问题 主要都是这四个东西 或者他们四个东西的组合 那我就尝试就是说 在不同的道向那里 比如在制度上的偏颇 和这个 制度上的扭曲 和认识上的偏颇 应该我们的努力的方向是什么 我已经是尝试画了这个图 后来隔了几年 我亦都在 反转经济学 将颠倒的 再颠倒过来 里面 将这个图再表达一次 也解释得清楚一点 简单而言 其实我就说 不要说认识和利益 就是说制度和人心 一定要是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的 就是说 如果你只是说 只是一个制度 我们经常都说 你民主制度 都要一些人 有民主的素质才可以 是吧 如果你 只是一个 图具 一个制度 一个形式 而你那些人 根本就不相信制度 也不明白 为什么要有这样的制度 其实制度是不会持久的 很快就一样会崩溃的 但是到过来 你只是说人心 你不说制度 就像佛陀和孔子 就是二千五百多年了 到陀来也是这样 当然 你不能说 中间完全没有进步 譬如我们说 奴隶制度的推翻 或者是对妇女压迫的解放 或者现在我们很多 跨性别人士 平机会 其实我们不是没有进步 我们是有进步的 但是 进步是很慢 而且主要矛盾 反复是慢的 主要矛盾是没有解决的 那么刚才 我也想澄清一样 比如说我们现在 选有如而不足 那就是李嘉诚 那么多钱 拿些来给其他人 其实这个 也是一个很大的误解 其实我们不是说 这个就叫财富再分配 那么当然 你一听见这么说 那时候奥巴马最先出来竞选 就已经被麦可恩 就是共和党的人 骂了 你还不是社会主义者 你还不是共产党 他说 spread the wealth a bit 那时候 他在对于电视 那时候 it's no harm to spread the wealth a bit 你就是说 财富再分配 你一定就是socialist 就是这样 但是其实这个财富再分配 是掩盖了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事实 就是说 为什么刚才我说的 为什么现在世界上 是这么巨大的社会生产资源 集中了在这么少数的大资本家 大企业大财团的手上 这个不是从古以来都是这样的 是有一个过程的 这个过程就是叫做原始资本累积 这个原始资本累积呢 其实在海外来说 就是1492年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所谓发现之后 西方 最主要就是欧洲 但是后来包括美国 日本 就是对全球的其他民族进行 一个是侵略和掠夺 掠夺他们的土地 掠夺他们的人 来做奴隶 然后掠夺他们所有的资源 也有大量的财富 包括拉丁美洲 南美洲的黄金和白银 是很大量很大量的 我们读历史很少读到这些东西 但是这个是影响我们今天这个世界 是绝对大的 另外在自己国内 domestically 其实就是一个叫圈地运动 是不是 大家听过 英国那时候羊吃人 Thomas Moore说的 圈地运动 就是将原本那些自主劳动 自足经济的 很多农村 或者那些小的手工业 全部摧毁了 赶离了 赶离了 现在在马市部发生的事 就是在这个蔡原村发生的事 而驱赶你们 这些就叫做 Expropriation 叫做Eviction 于是他就可以拿到大量的财富 就是土地 没有东西比土地 这种就是原始资本累积 就叫做Primitiv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就是海内和国内都有这样的财富 而那些人呢 他原本是持续经济的 可以 但是他现在是被剥夺所有生产的资源 Means of production 他就成为了叫什么 就叫做无产者 叫做Proletariat 这个过程就叫做无产化 就叫做Proletarianization 所以变成了我们现在全部人 都变成了Wage laborer 就是一个工资劳动者 就是这样的意思 而在过程大家都听过了 就是会产生很严重的异化现象 就是Alienation 是吧 当然这个就是马克思纪 一个很大的贡献 其实他刚才分析了这个历史过程 然后提出 为什么我们这个社会这么多问题 我们的精神病法律那么多 那么多自杀 其实因为我们的精神得不到 一个健康的环境 因为我们全部就要在这个 所谓的劳动力市场上面 互相竞争 你请我吧 你请我吧 I need a job 为什么 they need a job 个个人都是要做事 确实是才能找到食 以前都是的 几万年前 几十万年前都是的 但现在我们就要为老板打工 拿一份粮才有这个生计 但这个过程是经历过 叫做无产化过程 如果我们不认识原始资本累積 和无产化的过程 我们就解释不了今天 当代社会的深层次问题 多谢各位 非常精彩 好了 哪位举手 可以发问 首先第一位 可以看到这位 麻烦给他一个麦克风 首先很多谢两位讲者的分享 我想请教阿飞哥 可不可以讲讲报告 我讲名字就不能说不算 可以 我是阿 每一位 你们老爸 李卉才老人 那我就很同意阿飞哥的分析 就是说我们的人心 深层次那里 就是因为人的贪 真次 但是如果给到现实 很多时候 大家给到现实 你做多少事都没用 但是有一個小小的,我們叫做enightening,就是說現在北歐的一些小國,一千萬人口以下的國家,他們都是商業、經濟、教育都發展得很好,但是他們走一個比較平均一些的,有些社會主義特色的,均富一些的,都是成功,當然都是有很大的衝擊,給資本主義,那些歐美的大市場都是一路深入下去, 但是在那方面來說,如果我們除了人心,大家每個人都是平常心一點,不要那麼貪,但是也可以在制度上做事,所以你說得很對,李偉才就是,我們應該要做新的制度,或者長毛也是,我們要左翼,但是如果我們完全說拋棄了,我們不在制度上改革,而是純粹說,每個人大家靜坐,養生,這樣,但是對這個推動,尤其是我們坐得起, 而是純粹的朋友來說,都是有個心的,除了解決自己的問題,也希望幫到人,在這個角度來說,飛哥有什麼點化我們呢? 謝謝 我們認清了何為因,何為緣? 但是緣還不重要?緣是一樣很重要的,所以有時候很多人說佛學,是分落了,佛家所說的,萬緣和合 這個,無論你們說氣候暖化做了什麼,我們都叫做一種很重要的座緣 如果你的緣不好,你有因也沒用,就算你靜坐也沒用,你的緣改變不了,所以緣呢,其實和因也是無分彼此的 但是你要認清了,哪個是因,哪個是緣,你有緣,而你的因不行,你的貪重在這裡,你的緣改,社會制度改成,怎樣都是沒用的 但是兩虧並盡,又要搞因,又要搞緣,所以我們不要忽略緣的重要性 好像現在這個,陳令華教授搞這個這樣的,這個也是一個很好的緣來的 是在線緣,在一個線緣,就是這樣,都是可以分發出一些信息 那個不勾模式,是可以提供我們一個很好的參考的一個參考點 就是說他們可以通過這個模式,可以改善到整個社會的風氣,人心 問題就是說,你發覺到北歐人,其實,比香港人好,其實人心都改變了,他們沒有那麼貪 香港人現在呢,你說什麼都沒用,你說到香港人是很貪的 對不對,同不同意呢?其實是由社會制度做到你們,越來越貪 所以你搞什麼呢?這兩樣東西是相互相影響的 所以我沒有說,你又要搞因,又要搞緣,但要認清楚何者是因,何者是緣 但是同時要認清楚一個問題,根本是矛盾的 所以大家走出去房間的時候,之後走回家查一下自己的緣 隔離房間的朋友在看電視那些,如果你有問題,你可以寫一張紙 交給工作人員帶過來這邊問的 好,哪位有問題,或者想發表一下意見? 嘩,你不想問一下香港未來的20年怎樣? 好,那位朋友 你好,你好,我叫KC 其實我也覺得問題,深層次的原因就是貪 但其實我覺得香港除了貪之外,大部分的人都是蠢 其實貪的人是很少的,但很多人都是蠢 那他們是跟著貪的人去做事的,就是服務貪的人 我覺得如果大家智慧高一點,不要那麼蠢 不要去追蹤那麼多盈利,不要去這麼多炒賣 不要把那些盈利全部歸在大公司那裡 我覺得這樣才可以解決到 好,有哪位想發表一下? 旁邊的房間還沒有指貪,是嗎? 好,Eddie有些事情要回應 你知道嗎?我可以說到3點 不是,我可以說到6點9的 約了人吃東西吃東西去維園了今晚 所以我可以說到6點多 我希望大家也在維園見 我想補充一點,關於無形之手那件事 其實也是我那本《反轉經濟學》裡面 我特別來嘗試分析補充的 其實很多學者近年都已經指出 亞當斯密1776年 也是美國獨立的那一年 他就發表了叫做 the wealth of nations 名字很長的 不過通常人們縮短叫做 the wealth of nations 叫做圓庫,或者叫做國庫論 其實人們做過考據 invisible hand這個字 在他成本很厚的圓庫裡面 出現了不超過五次 其實是很少的 其實他不是穿著墨得很多很多 當然他裡面的內容 是有帶出這個無形之手的 原理或者道理 但其實這件事是被後人追隨者 當然,正如我現在 我也未正式 真的要開宗名義去表明 其實我過去幾年 我已經是很奇妙地 我都想像不到的 十年前想像不到 我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 我是一個Marxist 但是我這個馬克思主義 當然就是說 其實馬克思的理論 已經比後人 包括列寧 特別是史太林 然後是毛澤東 波爾布特那些 或者現在是肥仔金 那些 肥仔欣那些 其實已經完全背叛了 完全背叛了 他絕對實情 不是馬克思的理想 所以同樣道理 亞當斯密也是 其實他的追隨者 將他完全扭曲 以及將他 誇張得很厲害 將他無形之手 所以這也是 芝加江學派 或者是新自由主義 他將這個無形之手 擺到一個 我們稱為聖牛 或者聖杯 即是Holy Cow Savred Cow 這樣的位置 這是絕對錯誤的 其實 Adam Smith 阿當斯密 他當年 1776年想的事情 是比現在的 那些經濟學家 更加周長精密 很多 他也知道人性是很複雜的 他剛剛未發本原副之前 他發表了一本書 其實現在很多人都拿回那本書來看 就叫做道德感情論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其實他在這裡解釋得很清楚 人呢 是絕對不能夠 只是靠一個物質的生活 也是靠一個市場經濟 那個調節 指導 其實人就算你參與一個市場 你不是白紙一張參與這個市場運作的 我們每個人都有我自己的歷史 背景 感情 價值 判斷很多東西的 所以呢 社會是複雜很多 是比我們所認識的所謂供求定律 其實什麼叫做無形之手 無形之手就是我們讀 差不多 我一讀ecoin就是讀的所謂 supply and demand 你知道這個 supply and demand 那個curve 其實已經可以演出出 起碼超過半本 你那本ecoin的textbook 是不是 你一邊畫來畫去 如果是稅收又怎樣 monopoly又怎樣 oligopoly又怎樣 taxation又怎樣 一樣都是這樣的東西 但是其實阿當斯密是知道 這一種你不要把它變成神聖波多侵犯的 但是芝加江學派 就是走了牛角尖 是走火入魔就是這樣 所以他的invisible hand 我不覺得他是一個深層次矛盾 來的 其實人們把invisible hand 變成一種的崇拜 一個偶像崇拜 那個才是深層次矛盾 好 有沒有人舉手 好 後面那位 好了 一位 兩位 這位先 好多謝兩位港仔 我是Cecilia 但是我就真的想 好有興趣就是 陳教授坦講的那樣 真的都想 飛哥真的幫我們說一說 不要說二十年 五年或者十年 你覺得香港 你會覺得香港 你見到這段階段 你會覺得是怎樣 就是這樣 有這麼多人想知道未來 我告訴你 有時就是 就是 剛才是陳教授 是的 哈哈 不知道是誰 我知道 因為 我有一個占卜的故事 我不知道有沒有說過 上次也提過 有時的事情 你知道之後 反而是 因為你知道 所以 反而改變了事物的發展 不知道 其實應該怎麼會發生 因為我故事說 康有為 曾經占卜過 一個花瓶 未來 會不會爛 他卜到 咦 今天下午三點鐘會爛 他說 他好像李偉才 那麼有方向頭腦 我不相信你會爛 我看你怎麼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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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整間屋的窗 全部關閉 沒有風 門關了 我不動 看你爛 這個很科學 你說你會爛 問題就說 看實 到下午 近三點鐘 他老婆回來的時候 說 老公 買了很多漂亮的衣服 我穿一件漂亮的 老公 他說 你不要搞我 我現在很緊張 快到三點 我現在 問題就說 你不要騷擾 我老婆說 你剛好看著花樽 做什麼 一馬上就把褲子 一掃就把褲子 放在地上 我又說 嘩 好準好準 那一刻 雜情三點 但你會發覺 為什麼花樽會爛 就是因為他 搞這件事 他不會預測 他不會理他 花樽不會爛 所以你說 你要預測很多未來 你知道了 你搞我 別知道 我都不管 我們知道 好 那邊的位朋友 剛才有人舉手 哪位 兩位好 我叫Michael 李博士 我是迷迷的粉絲 有看你的節目 所以你剛才說的 有些我都聽到少少 不過想請教一下 剛才你說到貪是一個矛盾 就是一個很大問題的源頭 但是 其實 在人類的發展那裏 貪就有很大的推動作用 尤其是在資本主義那裏 你不貪 你不賺錢 你不會去發明一些東西 那當然也會 同樣會帶來問題 那我就想請教一下 其實如果貪你是避不到的 你看到人類的歷史 不停地重複 那都是 其實來來去去都是那些問題的 那 為什麼不想一下 貪這個人 其實避不到的 為什麼要去 去減呢 正如佛陀那樣 都搞了兩千多年了 無數的哲人都說了很多話 但是 人都還是 基本上 用二千年去計 基本上就不會變出什麼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都是請教的 李博士就是 因為 好像左派 就是 馬克思那邊 至少到目前為止 都沒有一個成功例子出現過 那 怎樣支援呢 雖然我都覺得 現在資本主義那個制度 如果你 一個鐘擺走到最 最一邊的時候 它是出了很大的問題 但是你看到鐘擺的另一邊 沒有人見過 就是 剛才你說的例子 它可能異化了 但是為什麼最後會異化了呢 就是 我相信那邊是有一個問題 是這麼多 不過我補充最後一句 人類到目前為止 幾大問題 我想都最後解決到的 好樂觀 我都希望我能夠像你這麼樂觀 但是嘗試回答你的兩個問題 第一個 我非常同意 等於回到大宇治水的問題 即是他父親阿菌 就被下令來治水 但是他就用這個堵塞的方法 然後 就越浸越厲害 死得人更多 所以 就殺了他 殺了 於是找他兒子 大宇 大宇就改用疏道的方法 就是 就搞定了 所以 其實我覺得 對人的貪念 也可以說 作如是觀 就是佛家的說法 其實我們應該是設計一些制度 將人這種貪念 就由破壞性變成建設性 就要疏道 能夠希望他 你作為 剛才我都說過 人類文明的進步的一種原動力 這個其實是有待我們一種的創造性 我們叫做制度的創新 其實這個也馬上就引申到你的第二個問題 其實第二個問題確實是是的 我也同意 就是說 不僅是馬克思所說的 我們從資本主義社會 進入社會主義 然後進入共產主義 確實是的 他在成本資本論三卷本 或者還有很多很多的著作 裡面 都對未來 所謂一個社會主義 或者一個共產主義 那個狀況是怎樣呢 他是 語言不詳 我們可以這麼說 正正就是這樣 就慘了 於是每個人都說 我們要實踐社會主義 共產主義 每個人的最後得出來的都不同 而且 基本上 差不多全部都是大災難 就是有很少數的例外 但是 很難說 比如你說古巴 古巴當然他在1959年 建立政權 他都鎮壓過異己 但是比如你說最近幾十年 其實古巴 是因為受到美帝國的打壓 其實古巴來說 大家都知道 他無論在教育 醫療 文化各方面 其實發展得非常之好 不過是比西方抹黑而已 當然 就是說 確實這個所謂社會主義 其實不是一個很宏偉的 已經有的藍圖 來的 其實我們沒有這個藍圖 沒有一個 blue print 就說我們照著的藍圖 好像我們建屋的 是吧 我們萬丈高樓 從地建 但是我們有個藍圖 跟著的就起到頂 我們就完成了 是吧 沒有的 其實這是一個理想 其實就是等於孔子的大同世界 大同世界 他也是說了一種理想 但其實他有很多細節 他沒有說的 又怎樣從這裡到那裡 他也沒有說的 但是問題 正如 就是說 人沒有了理想 跟鹹魚有什麼分別呢 人一定有理想才可以生活 我們朝著那個理想的方向發展 但是中間的過程 確實是要求我們進行一種 真正的創造性思維 是一種制度上的創新來的 所以我嘗試回答這件事 但是講到具體的 真的沒辦法 我忍不住 剛才介紹了兩本 還有第三本 第三本 其實就是去年拿了亞洲洲漢的 2014年十本好書的其中一本 就是《資本的衝動》 就是《世界深層矛盾根源》 這就是他的副標題 所以 當然極力推薦大家看《資本的衝動》 其實裡面我也有講到很多 所以真的具體一點的建議 他們這些建議 其實你扶貧的另一個反面 是一個銅板的兩面 就是現在我們最想滅貧 但是在過渡的時期 我們是要扶貧 其實扶貧的另一面 其實很明顯 但是沒有人敢說的 這個社會 就是限付 你不限付 你怎麼扶貧呢 其實限付很簡單 一個更加 所謂進取息的 類進性的稅制 剛才Ringo 我老友 他說北歐模式 其實北歐模式 它就是基於一個很類進性的 就是說 你的收入越多 稅率越高 但是其實很多國家都是很接受的 但是香港不是 百分之十五 就flat的了 那麼這個是荒謬的 完全是荒謬的 但是為什麼 因為它要維持我們的競爭力 我們要吸引外資 但是為什麼要外資呢 麻煩你看看我網上那篇文章 競爭力為什麼 這個就是稅 第二個 其實我在這裡有提過的 就是那個 取消遺產這件事 取消遺產其實跟取消帝制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那些人覺得它這麼激進 當然 其實剛才說匡有為和梁啟超 他都覺得梁啟超很激進的 兩司徒都差不多大打出手 所以問題就是看你的 mentality 你覺得 你覺得帝制原來是天經地義的 萬古長傳的 是沒有理由觸動帝制的 這個康有為 但是梁啟超說不是 我們不一定要帝制的 我們可以憲政民主的 所以同樣道理 為什麼你政治權力 就可以在家天下 在帝制期間 一代傳一代 你姓天下 我姓你的 或者你這個姓什麼天下 一直傳下去 幾千年來 我們視為天經地義 但是現在我們根本不接受 現代文明已經是 將它放在垃圾堆 拖棄了 但是現在 經濟權力的勢集 我們仍然是 視為理所當然 天經地義的 就是說 老爸賺了很多錢 於是就遺產給兒子 兒子又再賺多些錢 又遺產給孫兒子 如果你這樣搞 根本你說的 所謂的經濟民主 Economic Democracy 是不可能實現的 很簡單 就是說 你在生前賺多少錢 不要緊 你怎樣 你死的時期 就把錢給了阿公 阿公當然你說 不給了政府 發達 但是你不要忘記 我們現在是推行一種 憲政民主 其實政府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政府 我們一定要這樣想 當然你如果對民主 是一點信心都沒有的 其實什麼都不用說的 你不信Democracy 不如出去打 做山賊吧 是嗎 是嗎 所以這個問題 這就是我群關係的問題 剛剛說過的 但是我們一定要堅持一個 是由人民 所選舉出來 即是有真普選 不用說了 還有是 不斷地監督 是隨時可以撤換的 一個政府 他就是代表人民的意志 在這樣的情況下 任何有錢人 他死了 那些錢全部應該給政府 其實我們是不需要這麼多錢的 告訴你 其實大部分的情況下 我覺得政府是要註銷的錢 即是你說 他的身家 譬如說 Steve Jobs死了 他說什麼捐 其實沒有所謂 你根本死了的時期 你的錢就是註銷 一斤歐銷 其實現在的錢根本是假的 大家都知道 是電腦裡面的0101 所以 你死了 你的遺産就註銷 一聲電腦就沒有了 這個呢 跟取消帝制有什麼分別呢 但是現在的人就說 哇 你很激進啊 李慧才 你激得很加關 那孫中山也是這麼激 好 我手上有隔離房的朋友 有六張紙 本來我打算歸納一下 不過歸納不到 免斷章取義 我六張一起問完 看看他兩位自由作答 第一位就是 他問李博士 隨著人工智能的發展 如果用作社會發展做決定 就是統治階層變成機器 又會怎樣呢 很有趣 這個 另外一位就問兩位 他說如果根據李博士所說的矛盾 是不是不可以消除 如果是這樣 香港和全世界怎樣呢 如果按照飛哥所說 打坐是由自我出發 但是打坐怎樣影響世界和社會 又是不是自我安慰呢 也問兩位 他說兩位都說了很多理論和現實的情況 但是怎樣解決 理論理想和現實的矛盾呢 例如現實就是寡頭壟斷 理想就是民主 有位年青人 問岑老師 他說我現在30歲 岑老師 你也是30歲 你怎麼會利用自己如下的人生呢 有什麼目標 前途之類 一問都很實際 實在這個 有位朋友說 從事零售業的培訓導師 在NGO任教 就滿有理想的 但是因為要買樓衛生計 就轉退做商業 現在覺得有點迷失 不斷教同事要多賣一些產品 人就很矛盾 所以很同意 他說 對之後的路 兩位有什麼可以指點他迷津呢 最後一章 就說其實在資本主義社會裡面 既得利益者 會不會這麼容易放棄自己的自身利益 大家的利益 已經在資本社會主義裡面 其實全部都連在一起 怎麼回答呢 這個問題 那位年輕人 三十歲 叫我 如果我是他 會怎樣做 以前 古人 孔子已經說過一句很重要的說話 就是 已經可以給他一個參考 叫做三十而立 很多人都不明白 為什麼叫三十而立 面對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我不可以代這個年輕人說 希臘 那個神語 一個最古的神語 有一個神語 那個Oracle 有一個牌匾 到今天 這個圍園 對我都適合 對你博士都適合 對 Low 立即知道 博士之後博學 Low Diesel 最重要解決人生問題 最重要你自己認識自己 你知不知道你自己是什麼 什麼材料 這件事很高深的 你們問問自己 其實很多人犯的一生的錯誤 就是不認識 真正看到自己 不認識自己 你想問他 做什麼呢 你首先做一件事 你要認識自己 你其他事情才可以做 你連自己都不知道是什麼 那你問我 我應該怎麼做 我誰知道你是誰 你自己想 你什麼 什麼背景 什麼家庭 什麼都不知道 我都不可以代理答 但是你一定要清楚 究竟你自己是什麼材料 然後清楚自己是什麼 你知道下一步應該怎麼做 你不know yourself 你什麼都做不到 所以孔子的說話很重要 三十而立 三十歲 你應該知道自己是一個怎樣的人 三十歲以前 你做什麼都沒有所謂 說你去六四 好不去六四 晚會都沒有所謂 OK的 因為你未夠三十歲 但是三十歲 如果你今晚參加六四 你應該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三十歲以前 做什麼都犯錯誤都不緊 但是三十歲之後 你就應該醒醒一點 這個就很重要 他在三十歲 你一定要清楚自己 你不清楚自己 你這一生是白費的 八八流失 所以這件事很重要 三十歲 我們說的很多聰明人 都是三十歲開始 三個人 都是三十歲 一個是佛陀 三十歲 開始 說法 第二個是耶穌 都是三十歲 都是大人物 耶穌 佛陀 都全部三十歲 所以三十歲 是一個很重要的年紀 這件事很重要 第二件事 我想說 剛才我朋友說過 那個什麼 那個貪的問題 貪可以 能夠 引起進步 這件事 大家要 有一件事 不用太擔心 就是說 我們說貪 是人性的問題 但是大家千萬不要想著 你真是可以滅到貪 你能滅到貪 你不是人 凡夫一定是貪 你的問題要知道 貪的特色在哪裡 貪的特色 它是順勢的 你會越來越貪 去得很快 你能夠有一種 反省力 有一種警覺性 你不是說可以滅到貪 你說反對貪 你會阻止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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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或者問題 貪是逆水的 反貪是逆水的 貪是順水的 一個順水 一個逆水 一個逆水 所以問題是 我們所能做到的事 不是去抵擋貪 是指貪 我們這個指 指是很重要的 我們中文說的正 政府的正 正字就是一劃 下面就是一個指 就是用天道 下面就是一個指 我們逆經裡面的禁掛 全個掛都講 怎樣指 老子講 知止不台 就是說 你要暫止不緊要 你要適可而止 所以剛才說 我們人做打坐 我們是從我們自己本身出發 知道自己 要什麼 要知足 知足意思是 你說這些不做 而是說去到某一點 你要停 如果你從人自己出發 你可以做這個修行 但是從社會開始來做 剛才你博士所說的 一個很好的做法 就叫做限庫 限庫也是指 你夠了 你不要再下去 那就是從制度上去做一個指的 但是兩項做的 自己要指 社會亦都要指 那這個是對貪的 不要怕 喂 這樣就變成 貪是 一動一動 它就去一步 它是 一步兩步 變成四步四步 是幾何級數上的 但是你反貪 左貪 是算是級數的 是很慢的 所以你自己 大家不用怕 這樣的人類社會 沒有進步 不用怕 永遠是越來 你只能夠不要讓他越來越探 就是這個問題 好 請問李博士 回答這回答 作為今天的總結 當然回答這回答 我想是挺困難的 真的說到我一會兒去維園了 那我只是 兩件事我想回應 然後再嘗試去說一下 未來二十年 因為飛哥就不肯說 那我就嘗試說 但是 回應剛才幾個問題 一個問題 就是 為什麼 我們經常說 叫人不要貪 不要貪 佛陀也好 孔子也好 甚至 也好 甚至 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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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把你的財富累積在地上 把你的財富累積在天上 這樣 已經趕了二千年了 但是為什麼也是一樣呢 就是我們要明白那個遊戲規則 我們現在人類發明了這個遊戲規則 就叫做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 就要有一個商業競爭 商業競爭 個個都想做龍頭大哥 就是壟斷 因為你壟斷 你可以拿到一個超額利潤 叫做super profit 不是一般的 profit rate 利潤率 是可以更大的利潤 寡頭壟斷也好 獨佔也好 那你自然就可以淘汰其他人 立於不敗之地 所以就是做大做強是硬道理 所以 實際上我在資本的衝動 那個罪言 我都很大膽地說 其實我這本書 八個字已經可以說完了 如果你一看完這八個字 你認為已經完全了言於空了 不用看的 你這本書就不要賣了 就叫做什麼 利敬之鵬毀滅世界 那我就說 如果大家不喜歡聽這麼誇張的言辭 你覺得毀滅世界誇張 你忘記它 你只記住那四個字就可以 就叫做利敬之鵬 即是說利潤的競逐 以及資本的不斷的膨脹 這個就叫做無憂子的資本膨脹 就是一個硬邏輯來的 是在這個遊戲規則下 是不能夠阻擋的 所以為什麼我們現在經常說 為什麼那些人越富越貪 是不是很奇怪 不是窮的那些貪 是富的那些貪 還有為什麼他們要賺到盡呢 是不是個個都是壞人來的呢 他們是不是出生就是壞人來的呢 不是的 就是說他樂得場玩這個遊戲 遊戲規則就要迫著他這樣做 他不敢做 一早已經被人淘汰了 為什麼 所以我說 雖然阿飛哥說是因和緣 其實是最根本的 但是緣是重要的 因為緣就是我們自己 創造出來的遊戲規則 你一天不改這個遊戲規則 其實是玩死大家的 是自己玩死的 好 嘗試回答那些問題裡面的第一條 因為我的記性越來越差 就是記得第一條 是不是 第一條就是人工智能 這個當然不會 因為其實人工智能 我們最重要是 你去定立作為一個統治階層 這個是不好聽的說法 如果你說一個管治階層 是不是 作為一個政府 或者人民的政府 那些人做一些決定 其實它不是純粹是一個邏輯決定來的 機器族邏輯決定當然是沒有問題 你給它所有輸入 它有這樣的輸出 但是中間是牽涉到很多價值判斷的 機器是沒有可能代我們做價值判斷的 價值是一個取捨來的 所以你說AI去取代那個 這個689會好些 當然不會 大家千萬不要妄想 AI取代誰都不行 但是反而有一樣我想說的 近年經常都好說 其實已經說了很多年了 但是現在那些叫做 roboticized production manufacturing 就是叫做機械人化生產 其實幾十年前已經說了 我們就叫做 mechanization 或automation 不過現在又說了什麼叫做 roboticization 但是 哇 很憂慮 就是因為這樣 人類會被機器取代 或者會導致大量的失業 將來機器搶了我的飯碗 打爛了 怎麼辦 其實這是很荒謬的 但是我們因為 正如在深海人民的魚 不知道自己在深海 我們被人洗腦洗到 完全不覺得奇怪 正如我們說 哎呀我們要拉動內需 來去振興經濟 這句話是荒謬到 不能再荒謬的 是不是 因為其實消費 就是為了滿足我們生活上的需要 為什麼 經濟發展其實就是為了滿足我們經濟 等一下我們反而 就是要拉動消費 來去振興經濟 消費不足就會影響經濟 這個是荒謬絕倫 但是說回 automation mechanization 也是一樣 就是說 你想想 很多古時 如果有人發明了一個機器 能夠更好地去灌溉 更好地播種 更好地收割 這樣 結果是怎樣 結果整條村 整個鎮 那些人就會很開心 即是我們的勞動會減低一點 我們可以做少些事情 多些休閒 是吧 享受天輪之樂 看看日出日落 看看雀仔 淫屍作對 這樣 多些閒下而已 多些天輪之樂 但是現在不是 現在我們發明一些機器 取代了我們的勞力 閉加火了 糟了 會導致失業 為什麼呢 其實這個完全就是 資本主義制度底下的遊戲規則 是不應該是這樣 但是因為我們已經被人 從小到大被人洗腦洗腦 我們當了這件事 是天經地二理所當年的 這是錯的 接下來 不好意思 要跟陳主持人陳教授 我再要多拿一點時間 我都說過一點 你走不掉了 其實可以走的 我想說 未來 其實20年30年40年 其實已經很清楚 看到世界會怎樣發展 其實只會越來越亂 為什麼呢 因為有些是硬道理 就是你們有沒有看火星任務 有看過哪些 就是他結局那時候 那三個字 我覺得最精靈的 就是叫做 Do the math 請你計算一下 當然之前就要 Check the data 看清楚數據 然後 計算一下 因為事實上 科學家 告訴我們 現在地球上面的大氣層 二氧化碳的濃度 已經是由十九世紀中葉一百五零年左右的每百萬份的空氣佔二百八十 所以它的單位叫做PPM plus per million 是二百八十個PPM 是增加到上個世紀我們第一次直接量度 就是1958年的三百一十五個PPM 但是現在我們已經過了四百個PPM 在這麼短的時間,百幾年時間裡面 我們是令到大氣層裡面二氧化碳的濃度是增加了超過百分之四十的 你知道我們的地球是多麼龐大 大氣是多麼浩瀚 人類多麼渺小 但是竟然在百幾年裡面可以改變大氣層裡面一個化學的成份是超過百分之四十 這是絕對驚人 為什麼會這樣呢? 就是因為我們這個工業化經濟發展就是不斷延銷大量的化石燃料 包括煤石油和天然氣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碳 令到它這麼增加 但是這個增加的科學家很早 其實十九世紀他已經研究了一個結論 就是會透過一個它叫什麼? 就叫溫室效應 Greenhouse Effect 會令到地球的氣溫是不斷上升的 這個就是全球暖化了 那麼這個全球暖化實際上科學家也能量到 在150年到今天 地球平均溫度已經是上升了 是攝氏一度的了 平均那時候是十三點五左右 現在已經是去到十四點五的 就是全球全年的平均 但是你知不知道大概幾個月前 就是差不多半年前都不夠 就是在巴黎的聯合國氣候峰會 整個一百七十個國家的代表 混集巴黎 談了兩個禮拜後來都不夠 要多加一天 他們最後的巴黎協議書裡面寫了一句說話 其實這句說話本應在2009年 我們應該全世界盡一切努力 不要讓地球的氣溫升超過兩度 但是這個兩度 是根據1850年來出發做的 就是說如果由現在起計 我們是不能夠讓地球的溫度 是上升再超過攝氏一度 但是這個攝氏一度 就對應於我們現在的二氧化碳 就是那個水平 科學家計算過的 就等於450ppm 我們現在已經過了400了 其實最多是有四十幾個ppm 我就等到50ppm 告訴大家 現在我們全世界每年二氧化碳 在大氣層裡面的上升速率 每年最少是三個ppm 所以如果你是50 除3 其實是十幾年而已 就是說我們如果我們繼續這樣的發展方向 我們還有十幾年 我們就一定過450ppm 而我們的溫度就一定會超過兩度 即是比起150年 那麼超過兩度有什麼可怕 這個就告訴大家 未來會怎樣 就是說科學家已經一早計算了 1996年歐盟的學家已經提出 這個兩度的危險境界線 是絕對不能夠逾越的 為什麼呢 因為超過兩度 全世界的很大範圍的 動土 就很可能會全面溶解 動土大家記不記得 你們讀地理的時候 英文叫做tundra 又叫做permafrost 其實是廣泛存在於 比如亞洲北部 即是西伯利亞 北美洲北部 即是加拿大北部 以及阿拉斯加 以及亞洲就是青藏高原 就有很多這些tundra 這些tundra 其實凍結了土壤 它有很多泥土沙石 但是也有很多 其實是以前很多動植物 撫爛了的屍體 但是它還未完全撫爛得完 如果它撫爛得完 經過億萬年 就變成煤變石油 但是它還未撫爛得完 但是它現在就是和水混合了 變成一些冰 這些冰是硬得好像花光岩 那麼硬的 所以我們建成青藏鐵路的時期 是很辛苦的 打過地基 但是這個凍土有一個死穴 死穴就是溫度 因為溫度一上升 那些凍土就會溶解 溶解科學家很擔心 因為原來它會釋放出 冰裡面的冰晶融 釋放出大量的一種氣體 就不是二氧化碳 而是比二氧化碳更加危險的 就叫做甲丸 火自邊的一個 原蛋的原 真的是原蛋 叫做methane 就是一個C4的碳 就叫做CH4 這種甲丸大家很熟悉 因為我們每天 如果在家裡用煤氣 洗澡 煮食 一打開煤氣 那些煤氣裡面主要就是CH4 就是methane 但是這種甲丸 原來是比二氧化碳 還要厲害二十幾倍 最少二十幾倍的溫室氣體 就是說它那個增溫的能力 是比餘氧化碳更大 那麼現在科學家很擔心 就是隨著我們全球的溫度一不斷地上升 這些動土就會出現大規模的溶解 其實現在已經在溶解 大家麻煩你上Google image 你上Google 去圖片那裡 你打 Tundra melting 兩個字 Tundra melting 在溶解 你會看到其實大部分的圖片 都是來自阿拉斯加的 上面的很多屋 已經是東歪西島 因為地基已經溶解 上面很多公路已經斷裂 下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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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下面的地基已經溶解 最近在西伯利亞 其實有很多長毛象的遺骸出土 所以有很多長毛象的象牙 現在是不會禁 因為那些象牙一早死了 那些象牙買賣就不禁 但其實為什麼會有這麼多象牙出土 就是因為動土溶解 西伯利亞也出現了很多神秘的大的溶動 叫做sink hose 其實科學家相信就是動土開始溶解 但是下面那些由液體 由固體變成氣體的時期 壓力大增 壓力大增 迫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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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迫 就成為這些星號 麻煩你又可以上Google圖片看看 Siberian星號才可以看到 但是現在我們說 還有十幾年 我們就已經過了 其實科學家不是說 一過了兩度就一定溶解 他是說 大規模溶解 就是去到一個叫不一法不可收拾的地步 那個機會率會大過百分之五十 很多人就這樣習以聽上來 我以為你說什麼 不用擔心 百分之五十而已 又不是百分之一百 但我問問大家 如果你現在下午就會上飛機去外地旅行 我告訴你 你這輛飛機有百分之五十的機會 是會墮機的 你會不會上去 你會不會上去 是不是 所以其實百分之五十是極其空險的 但是人類現在 巴黎協議簽就簽了 但是我們看回很多科學家 一看 那一百七十多個國家 其實最主要是頭三四十個 排放量來說 將他們的叫自願減排承諾 自願減排承諾 將他們全部加寫起來 即是說真的他們能貫徹得到 加起來 其實都會一定超過兩度 所以大家一會吃些好東西 好 好 我們手上這裡有個問卷 歡迎大家填寫 今天他們兩位這麼精彩 我是沒有能力做一個結論的 因為我做不到這結論 我只能夠反覆地不停地多謝 我們再次多謝兩位港主 多謝各位 謝謝